作为一档现象级综艺 乘风波浪的姐姐的话题和热度是其他综艺节目无法比拟的 她从众多的芒果综艺中脱颖而出 一路带着光环前行 不仅为三十架的女艺人提供展现生活态度和人生故事的舞台 也为屏幕前的观众带来全新的视听盛宴 纳音和宁静以世界的身份重回舞台 端水大师黄晓明遗憾缺席 取而代之的是发起人谢娜 陈其元继续担任舞台总监 上一季备受质疑的刘卓被替换 由黄景十一来担任音乐总监 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 三十个出道多年的女艺人在一起 能产生的戏份有多少可想可知 三十位姐姐初见面 堪称娱乐圈的社交高端局 精彩程度一点都不输甄嬛传 有的姐姐闪闪发光成为焦点 有的姐姐小心翼轮为小透明 而宁静和娜英两位姐姐火力全开 成了全场的焦点 与前两季节目相比 节目的一个变化就是两位大姐大宁静和娜英的回归 这样的变化是一把双刃剑 两人都属于自带光环的人物 人群中也自然是焦点 这也意味着其他姐姐很容易成为陪衬 而两位姐姐身后的话题 热度和商业价值又是其他姐姐比不了的 尤其是很多网友已经脑补了两个人battle的场面 想想都觉得刺激 事实证明 芒果不会让观众失望 两位姐姐更不会 他们一出场就贡献了话题和热搜名场面 两人针锋相对成了观众的快乐源泉 宁静和娜英的初次见面就暗流涌动 宁静先是对娜英的发型进行了点评 表示和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娜英也表示想不到这辈子能和宁静遇上 宁静直接反问你不想遇到我 娜英也算聪明 表示咱俩不是一个行当的 这才巧妙化解了尴尬 宁静一出场就回应网上的质疑 直言自己来节目并不是自找不痛快 并且放下狠话 其他姐姐来是争夺第一 我来是超越第一 娜英这边也展现了大姐大的气场 导演组提出总有网友把娜英和宁静放在一起做比较 问娜英有什么看法 娜英快人快语 直言可能两个人都直来直去 说话特别冲 导演组表示因为行业地位比较重要 这时候娜英来精神了 那我比他地位高 对吧 怎么着我还是他前辈 两个人说话真的是没有最冲 只有更冲 宁静夸娜英越来越漂亮 娜英赶紧解释自己没有整过脸 宁静说自己的儿子比娜英孩子大 娜英直接来了剧早婚早遇 两个人之间在一起聊天 就好像两个大佬会晤 齐逢对手 难分伯仲 你来我往 半斤八两 主持人谢娜现场问了两季冠军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 问他们有没有偷偷研究过对方的比赛视频 两个人的回答火药味十足 娜英表示从来没看过 但是看过很多的小视频 宁静这边更是一点也不客气 直言自己连小视频都没有看过 谢娜又问了个敏感的问题 两位队长的回归 这一次是想成为队友还是对手 宁静表示 娜英应该是队长 她肯定的独立成立 是leader 娜英反问 那你不也是吗 宁静直接回答 所以我们是对手 就这么定了 娜英也同意了宁静的说法 她表示大家有事说事 不用拐弯抹角 你别跟我玩鹰的就行 宁静反问 你会拐弯抹角吗 娜姐霸气回答 我不喜欢 宁静继续发问 那你觉得我会吗 娜英干脆回答 不知道 宁静调侃我会 我特拐 两位姐姐你一言我一语 battle的场面真的是太刺激 下一秒好像就要打起来了 这样的聊天方式真的是太圈粉 今天的快乐来自于两位大姐姐 在众多的姐姐中 可能谁也想不到 奥运冠军徐梦桃会成为搞笑担当 徐梦桃入场后迅速和其他姐姐打成一片 完全不切场 在与张天爱的互动中 更是贡献了名场面 自称1990年出生的徐梦桃 问张天爱用叫姐吗 张天爱目光躲避 咳嗽 一番内心挣扎之后 姐 妹妹 叫姐就行 开玩笑 叫天爱就行了 芒果真的是太会玩了 看了节目 估计大家都好奇张天爱到底是哪一年出生的 本来这个节目是突破年龄界限的 张天爱的年龄最后成为谜团 谢娜在现场Q到了徐梦桃 问她此次来节目还带了什么朋友 目的是为了给金主做宣传 没想到徐梦桃一连猛 直言自己带了男朋友 台上的谢娜也猛圈了 不过这一段内容也是整期节目的彩蛋 只能说徐梦桃太有梗了 喜剧人的身份藏不住了 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三季的大母已经拉开 好戏才刚刚开始 期待姐姐们接下来带给观众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你们喜欢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三季节目吗 欢迎留言和小编一起讨论 谢谢观众多的导致